相當驚險的畫面 來看看一輛陰影車 行經小港沿海一路的時候 車上一顆重達二十噸的鋼圈 突然掉了下來 滾下來砸到了路旁的路燈 導致路燈跟人行道 被撞得相當淒慘 車子的板台也因為失去平衡 一百八十度的反覆 一輛載運鋼圈的陰影車 行經小港沿海一路 車上一個二十噸的鋼圈 突然掉落 打中路邊燈桿 造成路燈倒地 路邊的監視器也損壞 就連人行道也被撞壞 撞擊力道之大 發出巨大聲響 附近民眾都受到驚嚇 這起意外發生在二十六號下午 王姓司機駕駛的一影車 後頭二十噸重的鋼圈 從車上掉落 一影車後半段的板台 也因為失去平衡一百八十度翻覆 四輪朝天 現場塵土飛揚 而因為板台翻覆 後面另一部的一影車 也不小心碰撞到 造成車身破損 掉落之後 他的那個板台 就不剩就 插撞到那個旁邊 剛好左側開過來的一部貨櫃車 造成那個貨櫃 有部分的那個破損 被撞壞的人行道碎石噴滿地 現場人員緊急整理露面 將鋼圈調離現場 不過沿海一路車輛多 這起意外也造成嚴重塞車 警方也當場告發 駕駛不僅吃上三千到九千元的罰單 還得賠償損壞的燈桿 記者葉振宇洪金儀高雄報導